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手机里 床底下 发现老人生前隐藏的惊人秘密 百万养老金转眼变成所谓高价收藏品 什么样的陷阱让他们越陷越深 记者暗访调查揭秘背后真相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要命的藏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死不瞑目这个词经常我们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极度的不甘心 或是极度的执着 以至于到临终之际都无法放下 不能够安心离去 通常来讲这只是个形容词 形容人们的一种心情 但是您能想象吗 如果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出现了这种情形 就是说死不瞑目的事真的发生了 有人可能会说 你别吓唬我 真有这么灵异的事吗 不得不说 这件事情的确是不简单 而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原因更是值得很多人关注和警惕 事情是发生在2017年8月13号这天 北京的一家医院里头有为叫林德欣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当时医生宣布 老人已经停止呼吸了 家属接哀 可是就在这时候 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情况出现了 他一直睁着眼睛 一直睁着眼睛 一直定在天花板上 医生都说他的那个瞳孔已经固定了 当时看到这一幕 林老婆的家人都吓坏了 难道老人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吗 大家赶紧就安慰他 可是情况更令人惊讶 你放心吧 你放心的走吧 最后了 我眼睛还是往上翻着 用双手给他摁住那眼睛 你摁 哪怕你摁五分钟好不好 你松开手 那眼睛马上自己就睁开了 你摁着摁着 再松开手 它还是睁开 然后就说各种 就是放心吧 家里人都放心吧 你安心走吧 就一直在往外睁开 就一直看着那 在死不瞑目啊 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什么叫死不瞑目 是吧 这样的事情不常见 难道老人真的有什么不甘心的事情 可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如此的不甘心呢 这时候林女士就想到了 在老人被宣布死亡之前 他有过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 他写了个东西 就是这张纸条 上面的字嘛 歪歪扭扭 很明显应该是老人用尽生命最后一点力气写的 只有短短的几行字 收藏品 在手机备忘 工资各类 据说呢 老人就是在写完这几个字之后 人就不行了 第二条 刚写了 还准备要写 在这时候呢 一下笔就掉了 掉下来以后 就看到眼睛就开始往上翻 就一直往上翻 当时看到这些字嘛 林女士和母亲都很疑惑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当他打开父亲的这个手机备忘录 那情况令他惊讶 时间里头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收藏品的名称和价格 而接下来嘛 令人诧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我就在想 会不会是这个事情 我说 爸 你放心吧 我说 你那个手机里的备忘录的东西 收藏品 我会都挨个看的 我说 我会一笔一笔把捋清楚 该找人的 我会去找人 我说 你放心吧 就这么一句话 那眼睛自己就被闭上了 事情说到这儿嘛 的确让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死不瞑目这词虽然平时经常听 但是真实发生的情况确实不多 当然了 什么怪力乱神的话 我们就不讲它了 但是或许人真的是有某种意念 倒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这个却成了林女士最大的困惑了 虽然老人临终前他说了那样一番话 但是其实他根本就不清楚这里边的内情 他更没有想到由此接下来他们发现了老人生前的一个巨大的秘密 那是在料理完老人的后事之后 林女士和母亲回到家里 在整理遗物的时候有了个惊人的发现 他们还真的在家里头找到了老人手机备忘录里的那些收藏品 他放到床底下了 放到床箱里了 外边是没有 发不见不了 当时他们翻开床底 发现里边用报纸和油纸盖着 露出了几个绿色圆筒形状的东西 是什么呢 打开一看 很惊讶 居然是钱 还是连体钞 这是五元的连体钞 一个有十张 十大张 全都是五美元的连体钞 有人可能认出来了 这都是纪念币呀 可这还不止 还有别的面值的 按照老人手机备忘录里记录的加起来呀 那可都是价格不菲呀 这还有两美元 五美元 一美元 还有十美元 一共四种面值 花了42万4600块钱 这边还有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珍藏册 这一套珍藏册 花了800块钱 但是这还没完 除了各种连体币珍藏册 老人还买了很多别的收藏笔 都不便宜 这是一个G20峰会的玉玺 包装精美 这个当时买的价格是5万块钱 您看看 当时李女士把这些钱币 邮票 玉玺什么的 全都搜出来了 那是摆了一地呀 她清点了一下 从2015年下面开始 两年的时间里头 老人陆陆续续 从8家公司购买了上百件收藏品 您猜的这些收藏品 到底花了多少钱 最后算下来那结果把李女士 母女俩给吓了一大跳啊 一笔一笔把那个银行的这个交易名系流水 一笔一笔算出来花出去的钱 POSE的这个刷卡平条一笔笔加起来 才发现差不多180万 你父亲之前有收藏爱好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什么收藏爱好 是啊 李女士不明白 平时完全没有任何收藏爱好的父亲 怎么会突然一下子买了那么多的收藏品 而且要知道 他们可都是普通家庭 父亲虽然退了休 有点急需 但那都是一辈子省下来的血汗钱 他平时连剩饭剩菜都舍不得扔 工资更是舍不得乱花 老人家这是疯了 砸一百多万去买这些东西 就在这时候 林老伯的老伴回想起来 其实老伴生前住院的时候 似乎挺反常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一有空就给别人打电话 给人家拨电话 打一个没人接 打一个人没人接 林老伯这是想打电话给谁 事后翻了一下他的手机 林女士发现了答案 原来那时候林老伯一直在跟一个人联系 这人叫李娟 从信息内容上来看 说的就是有关那些收藏品的事 那是7月22号 也就是老人离世前20天 他跟那个人说 娟 长城四连体是多少钱买的 咱们就有多少钱卖 不图赚钱了 这样也找不到下家吗 你抓紧 拜托 拜托 但是对方没有回他 3天之后 7月25号 老人又问了 娟 有进展吗 还是没有回应 后来老人急了 他发了一张在医院里的自拍照给他 说自个儿病了 急用钱 希望对方尽快帮他脱手那些收藏品 但是依然没有得到回应 当时林女士就好奇了这李娟是谁 听这意思 老人的收藏品难道是从他那买过来的 可是他为什么又不离老人呢 这里头肯定有问题 这事关父亲的心愿和那么多的财产 不能不查个明白 于是 林女士按照父亲留下来的记录 逐一查清了他购买收藏品的那8家公司的地址 就开始和母亲一间一间地找 为了揭露真相 他们还找来了记者 可是当他们一找过去的时候 这情况就让他惊讶了 大姐 我问您一下 我想您打电一下 这个冬花一化现在在什么地方 哦 它们好像是 这公安局弄走了吧 打开手了 哦 诈骗让人弄走了 好像我那天看来了好多公安局人 然后完了就不在了 什么 知道逮到哪儿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五家公司已经找不到人了 就完全是关门 找不到人了 还有两家公司呢 就是改头换面了 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了 五家公司都找不到人 另外两家是不认账 而且您刚才听着没有 诈骗 当听的这两个字 林女士母女两个是既震惊又愤怒 难道说老人被人给骗了吗 那些所谓的收藏品根本就是假的 那可就糟糕了呀 不过最后呢 在北京东四环的一家写字楼里头 他们终于还是发现了唯一一家还在营业的公司 这家公司呢 叫查康元 林老伯在这家公司购买的收藏品数量是最多的 有一百多万 他们迫不及待的就来到了这家公司 想问问他们现在这些收藏品该怎么处理 那对方是个什么说法呢 当时一位所谓的客服经理接待了他们 不准回收 不准如此 这位客服经理还告诉林女士 这些东西您买了就是您的 我们也不负责拍卖 也不负责回购 除非您自个拿去卖 好嘛 这倒撇了一个干净 那真的是这样吗 林女士母女都表示怀疑 于是这天为了一探虚实 记者呢又单独来到了这里 悄悄跟随一位老人就进了这家公司 一进去 马上又有一位客户经理呢 跟记者推销起来了 这个就是那个美人的整版超 没有那个像那个钱帝那种厕子没有 是吧 这是转成那个炮品一样的一样的 刚才那个城里面 那整版超 无甲超 整版超 有一句话呢 联体无价吧 黄金有价 联体无价 就是联体的这个值钱 中华收藏网上那个之前两百元呢 开卖了三万多 买了之后是几千块钱 能开卖了三万多 最多的 那你这个就是我买完之后 是我去卖呢 还是你能给我代卖呢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听到了吧 可以代卖 那他们之前为什么要骗李女士呢 事情查到这儿 李女士已经越来越怀疑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性质 他们卖的这些所谓的收藏品到底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 为什么要撒谎 于是呢 他就决定上网查一下 可是这一查不得了 事情再次让他震惊了 李女士发现 这些纪念币纪念册呢 的确在网上都有售卖 可是那价钱就令人想不到了 这就是十张十美元零启程 下值十九万八 那您猜这个在网上卖多少钱啊 一张只要两千两百八十元 两千两百八十元 林老伯买的一张要一万九千八 翻了八九倍 可是更令人吃惊的还有 那李女士上网查询的价格呢 简直让人惊掉了下巴 三张竟然只要十二块钱 十二块钱和五万九千八 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当时李女士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十二块钱的东西卖如此天价 这不是诈骗是什么呀 他赶快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最后呢 北京警方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呢 也立即受理了他的报案 可这事还没完 接下来随着记者的调查 发现在北京像查康元这样的骗子公司啊 还不少 像林老伯这样上当受骗的老人 更不在少数 比如这位 他叫王再兴 他也很惨 唯一的房子都赔进去了 那么他们究竟使得什么套路 会让这些老人如此的相信他们 心甘情愿的往外掏钱呢 那些所谓的收藏品 又是从哪弄来的呢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手机交易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到 在调查当中 记者发现了个严重的情况 不仅仅是林老伯 还有不少别的老人 也有类似购买收藏品被骗的经历 比如这位王再兴老人 他的家里呢 也像林老伯一样 堆满了各种所谓的收藏品 一斤一美元 三十二连体量 他的名字叫十全十美 我们买的这一共是六十六套 是三十二万吧 三十二万 中国外交纪念年底朝 中国竞交二十周年 乌是指哪个国家啊 乌是指的是那个 乌连九九这么一个国家吗 还是乌怎么样 反正非洲的是 非洲的一个国家 对 连是哪国家的钱都不认识 王再兴居然就买了 而且您猜的他买了多少啊 总共加起来两百八十多万 比林老伯还多一百万呢 他连唯一的房子都赔进去了 那他是怎么入的坑呢 说起这个 王再兴是满心痛恨的 据他说呢 他是在2017年8月份那一天 他正在单位值班呢 这个时候他接了个电话 打电话说 我们这儿是搞钱里收藏的 你到我们店里来看看 王再兴说 打电话这人嘛 自称是一家名叫燕门堂公司的客服 起初呢 他也没想那么多 钱币收藏 他之前也不懂 那天呢 正好有时间 那就去看看吧 领会一下就是这个新鲜事物 我这钱币什么的 和查康员一样 燕门堂也位于北京大帮 弄了一家高档写的楼里头 当时王再兴一去 销售人员就非常热情的招待他了 并且向他介绍各种钱币 并且告诉他 只要他买了 过个一年半左右 公司呢 就负责帮他拿到拍卖会上去拍卖 能够大赚一笔 你花二百万可以 可以给你弄到一千万到拍卖会上 两百万能赚一千万 而且就一年半的时间 这升值速度简直是在做火箭 一开始王再兴也觉得很不靠谱 但是架不住对方一阵忽悠 他有点心动了 寻思着要不先买点试试 于是呢 对方马上就向他推荐了一款纪念币 并且建议他购买十套联号的 一共是48600 说是那样的话 升值更快 不过这边刚买完没两天 燕文堂呢 又打电话来了 王万万 你感觉怎么样 王万万 我说挺好的 挺好 那你再继续买点吧 这回销售人员向王在新推荐的 是一款中屋建交20周年的整版纪念连体钞 说是全球限量版 凑个50根就有优惠 还能有机会成为超级VIP 能获得优先拍卖权 可是50根那得多少钱呢 各种优惠一算 好 家伙 还要50多万 这王再兴他快吓死了 他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 对方马上就给他出主意了 明天了 他这时候他就给我出招 说要我小额带 您瞧瞧 这一步一步的又跌身入 不过王大兴一开始也很犹豫 这能行吗 他和妻子都是普通的单位职工 为了这个去贷款 万一出什么问题 可是一想到那些藏品 能蹭蹭蹭的几倍 十几倍的往上翻 他实在就按捺不住了 最后在对方的这个判断之下 一咬牙一狠心 他还真用自己的个人信用做抵押 分两次 带了75万 全都购买了各种钱币收藏品 哎呀 王再兴这是越陷越深了呀 这帮人简直就是吸血鬼呀 不把你的血洗干了 他事不罢休 为了让王再兴再接着买 他们赶紧又给他出了一个终极大招 他说 要我用房子做抵啊 我心里说 我就这么一套房子 你还要我用房子做抵啊 但是我说 不行 我说 这个绝对不行 我说 这是我的命根子呀 是啊 王再兴就这么一套房子 万一出什么问题 他睡到街上 可是对方说了 别担心 我们好多客户都这么干 一点风险都没有 不用过多久 您就能够用他把房子给赎回来 还能大赚一笔呢 这时候的王再兴已经被洗脑了 人家说什么他都不信 最后他还真就瞒着妻子拿出房本 抵押给贷款公司贷了两百万 扣出百分之三的服务费 到手一百九十四万 一股脑的全都砸到那纪念笔里去了 这一百九十四万 前天后没有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几乎就花没了 就剩二十万左右了 他最高的一笔是刷了是四个三十万 就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刷了没有两分钟就刷没了就 他可能连一百二十万现金地对 他都没见过 刷没了 当时的王再兴完全是沉浸在对方 给他营造的那个巨额财富的美梦之中 哪还顾得上这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那天我突然感觉心里头就说不舒服 有那么谈调不安的那种感觉 王再兴这才回够味儿来 他赶紧来到燕文堂 可是眼前的那个情景让他大吃一惊 我一到店门口 我看那气氛就不对 他就那个朝鲜分局的刑警 就把他们的店查封了 把那个所有的搜索人员全带走了 没错 燕文堂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 被北京警方立案侦查了 当时王再兴是俩眼一黑 差点就晕在地上 而这个时候呢 妻子和家人也终于得知了这件事情 哎呦一家人气的 那这没话可说呀 他太傻了 太实在了 太好骗了 如果骗他不骗 他这种骗的都脑子有问题 王再兴的妻子太气了 是啊 这老王太糊涂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那些所谓的收藏品公司啊 也太可恨了 从林老伯到王再兴 都被骗得太苦了 这事情说到最后呢 有人可能也想问了 这些人如此猖狂的欺骗老人 他们到底是从哪弄来了这些东西 又价值几何呢 为此呢 记者来到了北京马店优币卡市场 发现之前那些公司出售的 各种钱币收藏品 在这全都有出售 有啊 哪个国家都有你想要 有那种叫 乌克兰的吗 那种 260亿张 外交纪念联体车 中乌建疆20周年 整版联体车 就是装这个桶配就行了 是吧 一元的一张是260 总一下来一套 就是2,600 一套2,600 包含着一元二五二十 十块 所有的面值 而在市场呢 有位店主告诉记者 北京有很多所谓的收藏品公司 都是从马店油币卡市场购买的大量低价纪念币 然后进行包装之后 再以高价卖给老人 2,600块的东西 卖几万块 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 榨干了老人的养老钱 而他们之所以会瞄准老年人 还明显 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呢 有闲暇 也有点积蓄 但是他们呢 对一些事物的辨别能力相对较弱 加上有些小利小惠的诱导 很容易他们就入坑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 要提醒一下我们这老年朋友们 投资呢 可是一门大学问 对老年人来说 大的原则就是不要再投资了 要做也只能做自个特别熟悉的领域 不熟悉的 尤其是那种动不动就告诉你有暴力回报的 您碰都不要去碰 另外 不管您做什么投资 最好啊 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毕竟多一双眼睛 或许就能少一分风险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位应用市场 去下载手机 加一载核武端 好 各位观众再见 这里面 自己拍摄 lyrics